亲爱的小伙伴 欢迎收看月儿的音乐匠 我是小薇薇 一般的音乐演出为了提升现场气氛 都会有抽取幸运观众演出的环节 当明星BigQ上台 被当作幸运观众用什么样的画面呢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有趣的互动吧 王力宏在迪拜度假的时候 去当地酒吧里放松 被当成幸运观众Q上台唱歌 一开口吓得住场小哥哥直呼 我的老天呀 这是C啊 是不是很有名的 简直是天使的声音啊 还顺带贡献了一波表情包 这位幸运观众小王确实有点厉害 不过更幸运的可能是当时酒吧里面的观众 他们并不知道在酒吧里竟然能够听到 顶级的歌手唱歌 国际巨星麦当纳在澳门演唱会上照例邀请粉丝上台同欢 这次拉上的竟是K歌之王的陈奕迅 麦当纳问 你讲什么名字 来自澳门吗 陈奕迅回答道 我是Eason 香港人 显然麦当纳不知道陈奕迅的歌王身份 这次合作纯属巧合 两人不但一起跳舞 陈奕迅还翘起屁股刃踢 玩得超嗨 最后跳完倒在地上 还用了一个标准的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讲真 把麦当纳都笑趴了 真是大写的佩服啊 自从陈奕迅上台之后呢 台下的观众一直喊Eason 我估计麦当纳也很迷惑 自己的演唱会 为什么观众一直喊Eason呢 除了明星被kill 周董演唱会上的这位幸运女粉丝也不简单 竟然当了前男友 和前男友未婚妻的面 点一首算什么男人送给前男友 这嚣张跋扈的样子 颇有点可爱呀 接下来我很好奇 您会想点什么歌曲 有 结论今天我的前男友应该也在现场 这个介绍一下在哪里 坐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你觉得他有 对 他马上要结婚了 然后 虽然他长得丑 眼睛也瞎了 但是我还是想祝福他 我想点一首 算什么男人给他 镜头靠近一点 让他老婆看看我 长得多漂亮 我估计周董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特色的点歌 随后周杰伦与粉丝同唱 算什么男人 好啦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